你有多久沒有測量血糖了 如果你有時間去測量血糖 發現機器上的數字 顯示73.9 對 就是73.9 那您就要小心了 根據台大醫院 以及台灣大學流行病學 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2015年共同合作分析 300萬位參加者 以及2400位胰臟癌患者 研究發現 空腹時的血糖值 落在73.9 到191範圍間的人 每上升時 胰臟癌風險就會上升14% 如果血液中的 胰臟就必須要分泌 更多的胰島素前來支援 然而過量的胰島素 將阻礙細胞打開大門的意願 也就是身體發生 葡萄糖將因此無法進入細胞 滯留在血液之中 此時胰臟又會分泌 更多的胰島素 由於 胰島素是一種生長激素 當體內的胰島素濃度過高時 會造成細胞不正常增生 並發生變異 變異細胞即為 最終將誘發胰臟癌的發生 你不得不知道 這些會讓你血糖瞬間升高的食物 或食品 千萬要注意 加此 1 2 5 2 2 4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